周一外交部再给出印军非法越界阻碍中方正常施工的证据 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同时要求印方遵守历史节约规定 汲取历史教训 印方尽快将越界部队撤回印方一侧 而是一媒报道 针对此前中方的表态 印度国防部长贾伊特利上周五公开强硬表态称 2017年的印度已经和1962年的印度不一样了 周一外交部例行借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再次就印军越界事件进行回应 表示印方此次行为性质比以往更为严重 此次印军越界事件发生在中印边界西津段已定的边界 与以往双方边防部队在魏定界地区的边界摩擦对质有本质不同 让中印边界西津段已由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划定 印度历属政府多次以书面形式对此予以确认 承认双方对西津段边界走向没有意义 条约必须遵守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印度派遣武装力量越过一定边界 违背了历史戒约 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性质非常严重 耿爽称中方已多次向印方提出严正教设 要求印方遵守边界条约规定 尊重中方的领土主权 立即将越界的边防部队撤回边界线印方一次 实际上从上周四以来 外交部已三次在例行记者会上 要求印方将越界的边防部队撤回边界线印方一次 语气也一次比一次强硬 尽管中印双方未正式签署边界的条约 但历史上西津方向的边界已经划定过 中印会议藏印条约规定 西津段边界线沿分水岭而行 明确说明该段边界线东起之末至山 西至与尼泊尔交界处沿分水岭而行 非常清楚明确 而且在实地分水岭具体位置是清楚的 双方长期以来按照这一一定界进行管辖 遵守该条约及其划定的边界线 是印度政府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 中印两国政府往来文件显示 印度独立后 印度总理尼赫鲁代表印度政府 也多次明确承认 1890年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1959年3月22号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表示 印度的保护国西津 同中国西藏地方的边界 是由1890年的英中条约所确定 1895年共同在地面上标定 同年9月26号尼赫鲁总理 父亲周恩来时明确表示 关于西津同西藏地方的边界不存在任何纠纷 上周五印度国防部长贾伊特利针对中方 希望印度能汲取历史教训 停止叫嚣战争的警告强硬表示 如果他们试图提醒我们 2017年的印度已经和1962年的印度不一样了 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印度惨败 中印边界问题呢 我个人认为不是印度的一张牌 而是印度军队的一张牌 军队想用这张牌 在印度政府那里 在印度国会那里 都弄一点自己的军费 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力量 那么这件事情呢 对印度军队来讲 好像是一件好事 贾伊特利亚还称目前的对峙是由中方引发的 而且布丹声称争议地区属布丹 根据印度和布丹的协议 印方应确保此地安全 分析使出 杜朗地区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因此印度一向是解放军 在这一区域的部署为威胁 直到现在 印度方面自己设定的作战设想 都担心解放军会从这里经过吸金南下 布丹的声明里完全没有提到需要印度出面 也没有说和印度磋商过 人民日报海外版 旗下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分析 以印度对布丹的控制程度 显然稍后布丹也不敢站出来 澄清事实 耿爽表示 中方对印度同布丹之间 保持正常的双媒关系不持异议 但我们坚决反对 印方以维护布丹利益为借口 为其越界侵犯中国领土证明 据中方了解 对于印边防部队越界进入洞朗地区 布丹方面事先并不知情 这与印方所说的情况并不一致 对不但来说的话 我想长期以来 他实际上生活在印度的这种预意之下 所以他的所谓的政治经历 甚至他整个一个王室的这些生活 无处不在的跟印度有密切的联系 印度对他掌控的话也是非常严密的 感谢您的听说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